前段时间在莱州 很多女性晚上都不敢出门了 说是在市区有一个变态歹徒 这人一不结钱二不结色 而是在晚上六点到十点之间 专找单身的女性下手 拿刀捅人家屁股 这一连几起报案 已让莱州警方头大 民警发现 受害者都是单身女性 案发地点都在偏僻小区 且受害人的受害部位 都集中在屁股上 被尖刀匕首之类所伤 我们拿着捡红红箱的招牌 到花店的范围当中 进去拍撒 那么在帕萨拍撒网上当中 我们就发现 这个劳北京反映出 这个影像像立某 调出案发附近的监控 民警发现 嫌疑人每次送案 都是穿一些黑色戴帽子的棉衣 戴着红色头盔 骑一辆无牌的摩托车 通过分析 慢慢锁定了嫌疑人活动的大致区域 7月18号 晴天旅天左右 先议立某 立家外出 我们照顾明明 冲冲将去抓获 放这行人李某交代 他这么变态的行为 完全是为了报复前女友 李某交代 和前女友同居后 工资卡和身份证都被女方拿走 两人分手后 李某越想越生气 但是由于不知道前女友住址 只能在莱州城区乱逛 以求能偶遇上女友进行报复 为了报复前女友 先后有五名无辜女子被捅伤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 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为了报复前女友 路人无辜被捅伤 真是又极端又变态 这样的人谁敢做他的女朋友